大家好,我是Charing 這次要來分享的是在RO先進傳說中 關於潘莉爾與莎拉副本的簡易流程介紹 潘莉爾與莎拉副本又叫做大莎拉副本 會有大小之分是因為它和另一個 莎拉的記憶副本名稱很像 為了溝通上的方便 就以等級限制高低來區分大小莎拉副本 而打這個副本的主要目的 是為了拿取機刊特斯的碎片 進而換取能夠使用瞬間移動的莎拉耳環 以及用碎片幫莎拉耳環附魔 還有拼拿掉落機率非常非常低的莎拉卡片 莎拉卡片的功能是讓自身承受攻擊時 最多只會受到40%HP的損傷 只要受到的傷害段數不高 按補品的速度夠快 就能增加在戰場上的存活時間 這在打工會成戰時是張非常實用的卡片 也是現今數一數二昂貴的卡片 那麼大莎拉副本該如何前往呢? 首先可以在中央普隆德拉水池旁 找到灰暗的城市傳送人 與他對話傳往異世界基地之後 點擊營地次元移動機移動到次元裂縫 接著往左上的二樓傳點移動 然後往右上方前進 和邦海德博士對話就能開啟副本 等級限制是145等以上 冷卻時間是168小時 可以多人參加 等到副本時間倒數完畢時 和上方的次元移動機對話就能進入副本 一開始先往左邊移動觸發對話 此時會跑出很多隻變種加厲 大家可以選擇攻擊他們或是衛裝、登出 等待NPC潘莉爾用唱完法術將他們擊殺 這邊要注意即便我們先打死這些加厲 還是要等潘莉爾唱完法術後才能繼續前進 接著等潘莉爾說 請你們的代表跟我進一步交往 不是,是進一步說話時 用左鍵點一下潘莉爾觸發對話 等對話結束潘莉爾消失之後 就能往下方傳點移動 然後沿著路線移動到6點鐘的位置 此時會發現潘莉爾站在那邊 我們一樣用左鍵點他觸發對話 對話結束之後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到地圖的這六個位置 擊殺基堪特斯拿取碎片 基堪特斯有分兩種 一種是血量較少的小兵基堪特斯 血量約112萬 這種基堪特斯不會掉落碎片 另一種是血量較多的古代基堪特斯 血量約1200萬 體型大、種除惡魔、暗屬性 這種基堪特斯就會掉落基堪特斯的碎片 如果想兌換沙拉耳環或是替耳環附魔 可以吃個吊跑糖來刷碎片 另外要注意這隻古代基堪特斯是BOSS階級 是無法使用偷竊獲得碎片的唷 而打完基堪特斯之後 就能到中央上方的這個位置 等待下一個關卡開啟 假如目的只是想拼最後尾王沙拉的卡片 那麼可以在剛剛6點鐘位置 和潘莉爾對話結束之後 直接移動到地圖中央上方的這個位置 等待時間約5分30秒左右 直到地圖廣播出現潘莉爾說 我一個人也可以10 傳點就會開啟 這時就能進入最後打沙拉的關卡 一進來先用左鍵點一下潘莉爾觸發對話 接著往上走 進入傳點 再用左鍵點一下潘莉爾觸發劇情對話 等他們演完8點檔之後 沙拉就會開始攻擊玩家 這時候雖然我們也可以攻擊沙拉 但是對她的傷害強制只會有1 而且觸失血量高達9500萬 基本上怎麼打都打不死的 必須等潘莉爾的劇情攻擊到一定階段之後 才能擊殺沙拉 這個稍後會做說明 而在等待潘莉爾的劇情攻擊時 周沙會開始出現基堪特斯小兵 這些小兵有一些特性 其中一隻是物理無效化 另一隻是魔法無效化 攻擊方制只會普攻 而且隨著時間的進行 小兵會越升越多隻 通常一個職業很難同時擁有物理和法術輸出 所以大多數玩家會選擇不攻擊小兵 直接穿王回裝閃避 或是把抗無撐高減少被打的傷害 如果沒有上述裝備的話 也可以組法術和物理的打手來攻略這個關卡 目前示範的是用斬首穿王回裝閃避小兵的攻擊 如果想了解這套配裝的話 我會將裝備資訊寫在抽名欄中讓大家參考 而當劇情慢慢推移 等到潘麗爾使出聖槍刺激 並說出 這時候薩拉的血量會剩下200滴血 此時玩家們就要在潘麗爾湧唱完法術之前 將薩拉擊殺掉 潘麗爾湧唱的時間約50秒 這段期間可以使用普攻或是技能攻擊 傷害強制只有1 普攻的話要注意攻速不要太低 建議190以上 以及命中建議521以上 只要在50秒內順利打完200滴血 頭上跳出MVP 就算是有效擊殺 有效擊殺的薩拉才會掉落道具 如果在潘麗爾湧唱的50秒內打不完200滴血 雖然一樣能擊敗沙拉 但是會因為是巨型殺 而沒有掉落物能檢取 建議做好萬全的準備再來攻略此副本 另外要注意如果是有效擊殺的情況 最好帶個貪婪的裝備來檢取道具 因為在薩拉白肩的位置無法走進去 可能會發生道具掉落卻解不到的情形 用貪婪就能檢取5x5範圍內的道具 避免悲劇發生 而打完薩拉之後 可以再次移動到右上方的圓點 等待劇情對話之後 與潘麗爾對話領取一顆天果 接著往右方傳點移動 離開副本 出來之後記得要和邦海德博士對話 讓任務進入冷卻時間 這樣就算完成一次副本了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 關於潘麗爾與薩拉的副本流程介紹 希望能給想了解的玩家們有個頭緒 假如對於這個副本有任何想法 也歡迎在留言區一起分享 我是Chelin 希望大家都能打出大薩拉卡片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